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欢迎来到黎春正 爱还是炒作 粉丝炒翻天 到底啥情况 王一博和赵丽颖绯闻在起 因演唱会神秘男子引发猜测 同款 微博动态等糖点让CP粉激动 微粉不满 娱乐圈真假难辨 呼吁理性看待 等正主回应 最近娱乐圈可是真热闹 王一博和赵丽颖的绯闻又又又上热搜了 这俩顶流的瓜 吃瓜群众表示根本停不下来呀 有人坚定战真情旅 有人觉得纯属炒作 还有人默默潜水 坐等官宣 今天 咱们就来唠唠这件不断理还乱的不厉害台之恋 到底咋回事 娱乐圈的八卦就像连续剧 总有新剧情上演 这部王一博和赵丽颖的绯闻又双若拙更新了 这次的导火索居然是一场演唱会 据说呀 在谢娜老公张杰的演唱会上 有人看到赵丽颖身边坐着一个神秘男子 裹得严严实实 还戴着假发 这身打扮 怎么看怎么像是在刻意隐藏身份 更巧的是 这男子的身形 走路姿势 都和王一博秘之相似 好家伙 网友们瞬间炸锅 纷纷化身裂纹虎客 开始仔细观察这位神秘男子的蛛丝马迹 有人说 这假发和王一博之前戴过的一顶很像 有人说 看到了侯杰 应该是个男的 还有人说 他全程都粘了巴基的 一点不像来看演唱会的 倒像是陪女朋友来的 这一系列巧合 让王一博陪赵丽颖看演唱会 的消息迅速发酵 吃瓜群众们纷纷表示 这瓜宝熟吗 顺着这条线索 网友们又扒出了不少糖点 比如 两人工作室的微博经常在同一时间发动态 这未免也太巧了吧 还有各种同款项链 衣服 帽子 这真的是纯属巧合 七夕节的时候 赵丽颖还晒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出现了一只男人的手 而且发布时间是18点20分 这数字 怎么看都像是一博爱你的谐音呢 还有人说 赵丽颖送给张碧晨的礼物 和王一博的摩托车里和一模一样 这真的只是巧合吗 这一桩桩一件件 都让CP粉们激动不已 感觉不厉害台是真的 不过 粉丝圈里可不是铁板一块 CP粉们磕糖磕得欢 但伪粉们可不乐意了 有些粉丝觉得这都是无稽之谈 是有人故意造谣 甚至上升到人身攻击 你看 这位网友就说了 假的 简简单单一个字 表达了多少粉丝的心声 还有粉丝觉得 赵丽颖是离过婚的 比王一博大那么多 怎么可能在一起 当初两人要二搭的时候 粉丝们可是集体抵制 最后剧组都换人了 这还能有啥火花 双方粉丝炒得不可开交 吃瓜群众看得津津有味 这瓜真是越吃越有味儿了 当然 也有一些理智的粉丝 觉得大家还是冷静点好 毕竟 这些都只是猜测 并没有实锤 与其在这里争论不休 不如等郑主出来回应 说不定 这只是一场误会呢 咱再来说说赵丽颖 七夕杰发的那个七多动态 有人解读成七夕多了一个人 暗示王一博的出现 但也有人觉得 就是字面意思 就是吃多了呗 过节嘛 大吃大喝很正常 还有那些同款 明星撞山撞款不是很常见吗 说不定只是巧合呢 讲真 娱乐圈的真真假假 谁能说得清呢 说不定 这些所谓的证据 只是媒体为了博眼球 而故意放出来的烟雾蛋 毕竟 明星的恋情总是能吸引一大波流量 谁不想要呢 那么 伯利海苔的未来会如何发展呢 是官宣恋情 甜甜蜜蜜 还是辟谣澄清 各自安好 亦或是继续保持神秘 让大家继续猜测 咱们拭目以待吧 其实吧 明星也是人 他们也有自己的感情生活 作为吃瓜群众 咱们还是理性点好 不要过度解读 更不要乐意揣测 如果他们真的在一起了 那就送上祝福 如果不是 那就默默支持他们的作品就好了 关于 关于波利海苔的恋情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一起讨论吧 中国顶尖舞者推广大使 王一博出现在清华大学了 在华语娱乐圈的璀璨星河中 王一博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明星 他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不懈的努力和积极向上的态度 成为了无数粉丝心中的正能量偶像 近日 王一博以中国顶尖舞者推广大使的身份 现身清华大学 再次证明了他全面发展的实力和广泛的影响力 王一博自幼便展现出了过人的舞蹈天赋 在舞台上 他总能以精湛的舞技和充满感染力的表演征服观众 无论是街舞的酷炫风格 还是其他舞种的柔美韵律 他都能轻松驾驭 展现了自己独特的舞蹈魅力 也正因如此 他被赋予了中国顶尖舞者推广大使这一光荣称号 在清华大学的活动现场 王一博用自己的舞蹈诠释着艺术的真谛 引领着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舞蹈的世界中 感受舞蹈带来的快乐和力量 除了舞蹈 王一博在音乐领域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他不仅有着出色的演唱实力 还亲自参与作词作曲 展现了自己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 他的音乐作品不仅深受粉丝喜爱 更在各大音乐平台上获得了极高的播放量 他通过音乐传递着爱与正能量 鼓励着每一个人勇敢追梦 不放弃梦想 在影视领域 王一博同样表现出色 他凭借扎实的演技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赢得了观众和业界的广泛认可 无论是青春洋溢的角色 还是深情内敛的人物 他都能准确把握角色性格 将人物的情感细腻地呈现给观众 特别是在电影热烈中 他饰演了一位追求音乐梦想的年轻人 用真挚动人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好评 这部影片不仅在国内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更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成功入围了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这足以证明王一博作为演员的实力和潜力 除了艺术领域 王一博还以其正能量形象影响着更多的人 他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 用实际行动传递着爱与温暖 无论是疫情期间还是疫情之后 他都与粉丝一起 为社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偶像 什么是真正的正能量 王一博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人 他在赛车领域也展现出了非凡的实力和潜力 首次参加GT3赛车竞速便夺得冠军 这一成就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肯定 更是对中国赛车运动的一次有力推动 他的赛车梦想让他在体育领域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此外 王一博还以其巨大的流量和影响力 积极推动着文化交流和传播 他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 分享着世界各地的文化故事和美食体验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感受不同文化的魅力 他用自己的方式促进着中外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故事和声音 王一博作为全能偶像的代表 他的成就不仅仅局限于艺术领域 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影响力 成为了无数年轻人心中的榜样和楷模 他的才华 努力和正能量激励着更多的人勇敢追梦 不懈奋斗 在未来 我们有理由相信 王一博会继续用自己的才华和影响力 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艺术领域贡献更多的精彩和力量 他的光芒将永远照亮着前行的道路 激励着更多的人勇往直前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